歌总终于和靓仔干起来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59年前 这两只超级巨兽 就已经干过一仗了 歌总当初被靓仔 用一棵树当中棉签 强迫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还被靓仔无情地嘲笑 紧接着又是一个固肩衰 继续被靓仔嘲笑 但他们此时都处于幼年期 战斗力有限 歌总的原子吐息 无法伤到靓仔 靓仔也拿歌总毫无办法 两兽这一战 并没有分出胜负 一起落入了海中 他们俩约定好 就是泡妹子 而歌总呢 没没想到被靓仔强作核酸 就会从噩梦中惊醒 喉咙总感觉难受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于是他暗暗发誓 君子报仇 59年不晚 自那以后 歌总定制了健身计划 他每天6点就起床 来到阿尔卑斯沙漠跑步 然后一路狂奔 9点到达撒哈拉沙漠 做起了第八套拱步体操 10点来到青藏高原 单手举起波音747 来锻炼光二头机 而到了午休的时候 歌总坐在悬崖边上 思考如何打扮靓仔 到了下午2点 他来到亚鲁战部大峡谷 走钢丝锻炼平衡能力 下午4点 来到太平洋 用军舰来练习划船 一路划到大西洋后 以事傍晚67点 歌总双腿加起两艘航母 练习批擦 这就是他每天锻炼计划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从未间断 这周期间 偶尔还出来打打小怪兽 保卫地球的生态环境 在2014年 他干掉了怪兽木托两口子 在2019年 拥有了第二形态 红年哥斯拉 干掉了三头怪兽基多拉 收服一帮巨兽小弟 成为当之无愧的怪兽之王 没想到的是 歌总这个钢铁直男 还找了一个女朋友魔姐 可惜魔姐为了保护歌总 被基多拉给干掉了 从此歌总关闭了心门 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时间终于来到59年后的2021年 这天晚上 正在社交的歌总 收到一条短信 是骷髅岛靓仔发来的 59年制约期限已到 大战一触即发 靓仔给歌总放完短信后 他回到骷髅岛 拔出大树 做了一根检测棒 准备给歌总再做一次核酸 但59年的日夜锻炼 歌总已经不是当初的歌总 梁兽见面后 才打了几个回合 靓仔就被歌总踩在脚底 59年的怨气终于爆发 歌总准你大吼 做你妹 他放出终极大招 原子突袭 可靓仔也不是吃素的 他手拿检测棒 跳到半空中怒吼 不做也得做 明天拿报告